真的别离,更是对双方的打击,昨晚,赵丽颖更新微博,称最爱自己一位粉丝因病去世,他非常含念这位粉丝,这也意味着,自己的真爱粉有少了一位,微博原文是这样说的,原本只想安安静静地愿你一路走好,可是我想了解你,我打开了你的相册,有很多爱我的人,可是我却记得你,那张苹果脸, 好想告诉你,我记得你那张爱笑的脸,我记得你,愿你一路走好,谢谢所有爱我的人,其实你们很重要。 赵丽颖说的这位女粉丝今年只要23岁,并且再有两个月就要结婚嫁人了,但是昨天突然昏倒后,就没有再醒来。 打开这位粉丝的微博,我们才知道,她叫小抽妹妹,她从赵丽颖刚出名就开始喜欢她了,那时她才十几岁,她还为赵丽颖画了一幅画像,画像是赵丽颖的一张照片。 可以看出这张照片多么的暖心,一样的苹果脸,大眼睛,这只有真心喜欢才能画的这么用心,网友也在她的微博下面留言,祝福她一路走好。 这位粉丝还是为多才多艺的人呢,她为赵丽颖写过两首歌曲,这样一位能歌善舞的女孩子,正值兴春花季,马上就要步入婚姻的殿堂,却在这时候没有。 希望她在那边。 我们也有点重力,我们的短习,我们有点重力。 这还可能也有点重力,我们也可以看。 谢谢你们,我们真的是 logicalrast让我这次练习,我们的不动力。